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咦 这个同学好像这么老的 不是 是比较年长的 见他一个人在 不如跟他做个朋友先吧 你好 我叫做永永 新的学年开始了 不如我们做个同学仔 好吗 当然好 我叫做莉莉 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你 是呀 各位同学 早晨 我是你们六年级的班主任 曾sir 也都教你们主科数学科的 曾sir 早晨 今年是你们在学校最后的一年 希望你们用心读书 入到心仪的中学 其中 莉莉 你今年有没有信心不倒业啊 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吧 各位同学 你们好啊 我叫做莉莉 是 你们应该不认识我了 因为我是留班生来的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级 不知道第几年到六年级了 我希望今年真的有进步 可以顺利地和大家一起不倒业啊 那莉莉莉 你真是要用心主动学习 不要像以前那样 我都想你不倒业啊 好了 和同学仔分享一下 老师在暑假的趣事啦 大家看看这里 为什么我的肚子会这么大呢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切朱古力的方法 吃得切 又数不进的朱古力 各位同学们来 让我试试一下给你们看啦 嗯 首先这样切 之后这样切 然后这样切 然后这样切 最后这样切 我把猪骨放出来 再继续好它 那就可以又可以切割 好了 好了 你们现在看着萤幕 我现在开张图给你们看啦 好了 你们现在先回到位置 让你们讨论一下 自学一下 研究一下这个无限朱古力的题目啦 啊 啊 我想到了 这个无限朱古力 可以解决到地球上有良食不足的问题啊 哇 很多朱古力啊 啊 啊 莉莉 从逻辑推理角度去思考 很明显没有磨一粒朱古力啦 曾sir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 我想 她应该是想我们从数学的角度 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咯 是啊 莉莉 如果你想毕业的话 思考事情不能这么简单的 大家 我想到一个方法 要解决难题 就要动手做 帮助思考 等我拿张纸出来 好像出面切朱古力那样 剪张纸先 咦 我好像发现了一件东西 再继续出来 长方形条边短了 让我拿一把银子来量度一下 再继续出来 长方形条边是14.6cm 而我知道 本身长方形条边的长度是15cm 那真是短了 是啊 真相 真相 我们知道原因了 因为有条边短了 嗯 莉莉 那真是怎样啊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考试这样做答没有分 可不可以具体一点 用些数学语言来解释一下呢 吃朱古力 吃了一粒 啊 我想到了 我们可以运用 计算长方形条面积的方法 而破解这个难题 我记得四年班数学科 学过长方形的面积 即是朱古力佔了的空间的大小是等于长城而阔 而我们刚才发现了 拿走一格之后 有一边的长度是短了 那就是说 拿走一格之后 的面积一定小了 是因为长城而阔 长城而阔 是比较短了 曾sir 我们终于知道 应该用计算面积的方法 来解释这条难题的 曾sir 可不可以让我试一下 我真的很想今年不倒叶 好啊 你试一下 嗯 嗯 因为长方形的面积是长城而阔 刚刚抽走了一粒朱古力 再组合回来的长方形面积 其中一条边应该短了 那既然短了 再组合回来的朱古力 面积? 应该自然小了 但是曾sir 你那幅图 嗯 哦 曾sir 你骗人的 哦 你骗人 莉莉 你老了一年了 不是 是年长了一年了 又在同学的帮助之下 好像真的有进步 各位同学 其实之前那幅图 是做过手脚的 在当面翻身那块朱古力的时候 其实那幅图静静静静地 将中间少了的面积拉回来 就好像这幅图一样 好了 这个学期的第一课做到这个 各位同学再见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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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